最近现场来看的是高雄市有名妇人 因为独立抚养两名子女 因此多次到卖场去偷奶粉 检察官看到她的处境可怜 每次都将她试回 但是12号晚间又被抓了 而这一定是她第五度偷奶粉 详情交给记者高梦柔 好 主播高雄市这名单亲妈妈呢 为了喂养小孩连续五次到超市来偷取这个奶粉 我们看到接触器画面上 当时这名妇人呢 胸前还背着一岁的女儿又 肩上背着一个大背包哦 走进卖场之后 在这个奶粉区前面徘徊 不久就抱了一瓶900多元的奶粉哦 藏起她的被子里面就想匆匆都离开 不过因为卖场已经多次的失险 留意到这个单亲妈妈的举动 因此立刻将她给拦了下来 我们听听看警方的说法 这位女前她就直接 从进入超商之后就往那个奶粉区那边去 然后在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了一罐奶粉放在她自己带去的蓝色的那个置物袋里面 是的警方掉了之后也非常的惊讶 发现她已经连续偷了五次哦 至少偷了五次已经是第五次被逮捕 不过呢因为处境勘连 她为了照顾一岁跟五岁的两个聚儿哦 必须常常到这个超市来偷取奶粉哦 因为处境勘连 因此每次呢检察官也都将她释回哦 不过这次又继续的来偷窃了 那由于她当时还变称说前夫就在外面了 还跟这个警方说如果她真的被羁押起来的话 小孩子就没有人照顾了 因此这么可怜的处境 检察官就立刻将她给释放了 不过这个单亲妈妈为了喂养小孩偷奶粉 这个社会局单位应该尽快介入 让这个两个小孩获得更好的照顾 以上是在高雄这一情况上 镜头交换给彭内出播 好谢慕容看到了一位单亲妈妈 为了孩子去偷奶粉 但是呢五度被捕都被释回